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检方持续侦办 再查出有39名的幼童受害 遭到了性侵或是猥亵 还被偷拍影片 毛姓教保员还曾经调阅园内的监视器 转存幼童在换衣服的画面 甚至在街道还有公园与商场 随机挑选儿哨来偷拍 检方坚一加重强制性交 加重强制猥亵等罪嫌 再度起诉毛姓教保员 并且鉴请法院处罪重之刑罚 中方上星期才在台湾周边进行军演 今天宣布在平潭牛山岛进行实弹射击 由于牛山岛是中国和台湾本岛最接近的地方 而且距离台北市大约165公里 引发关注 国防部强调是共军年度例行性演训 但是也不排除是结合台海动态 要扩大威慑效应的行动 行政院长卓龙泰回应 对岸军演不该频繁靠近台湾 毫无意义的宣示 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紧张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入的金华城案等案件 爆出他的贴身秘书橘子徐止瑜 在检方搜索之前出境 到现在仍未回台 北检证实 检察官依侦办进度 已经将徐止瑜改列为被告 初步的暗游是违反政治现金法 也在今天上午向法院申请严压国民党议员应小为 以及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而北检也申请聚保停压 应小为的助理吴顺明 今年第20号台风谈美在22号凌晨生成 天气分析师指出 由于高压比预期强 往西路径明显 台风将在星期四登陆旅宋岛之后 持续往南海前进 气上署提醒 台风虽然没有直接侵台 不过这个季节的台风 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交互作用下 会为迎封面带来剧烈的雨势 而西半部则是会有强风发生 先前台风山陀尔席台在高雄酿成灾情 如今当地也已经发现了三例的类比具病例 机关署表示 其中有一人死亡 是80多岁的男性 有多重慢性病史 是山陀尔台风后 类比具死亡的首例 另外一名是70多岁的男性 有慢性病以及污水淤泥的接触史 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 机关署则提醒 台风过后的一个月 是类比具号发期 民众和医师要多加留意 以上由公事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